作为年度淘宝神人 我前面用淘宝工业品 改装出来的飞行自行车 惊艳试作 官方还给我发offer了 我是那么容易就去打工的吗 这杯几不可能打工呢 不过 最近我接到了新任务 淘宝工业品上架了 科幻的载能空中机器 我的任务就是 用淘宝上的工业品也造一台出来 这样我下半年的掐饭就有着落了 但是 能飞的汽车是想造就能造出来的吗 我得先去观摩一下 看到了看到了 两架 一架折叠了的 一架展开了的 给你们听一下探奖是什么声音 好清脆 好清脆 从这个侧面看 有没有发现这个电机是斜着的 这个就是用来提高飞机的转向的那个力矩的 我之前设计的一架那个模型 戈亚的三末非洲 就是没有增加这个倾斜角 转向力矩很差 就是转向基本上转不动 它上面就是正着的 但气流稳定正着 下面这个是有点倾斜 提高转向的这个力矩 螺旋桨 它相隔的两片是反着的 这个是逆时针 从上面看 这是逆时针旋转 这个是顺时针旋转 我们穿越机大佬 可以来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原理 给你们一个发弹幕的机会 这个飞机还有一个很帅的 从正前方看 它这个欧易门 真皮沙发 关门 可以起飞了 解锁 我先讲动了一下 启动 还是有一点点震动 飞到前面这个湖这里 烙一些 冲冲冲 起飞 起飞 起来了 好高 有些人可能会好奇 这种自动驾驶飞行器和直升机有什么差别 这个我熟啊 直升机和多旋翼遥控模型我都有 直升机操控会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机械结构 旋翼头 倾斜盘 减速齿轮 为讲传动 为讲变距 你可以理解为 直升机是一台机械结构非常复杂的手动胆汽车 多旋翼 就类似于现在的新能源汽车 有调速器 电池 电机就能跑 飞机也一样 提高转速就能起飞 改变电机转速就可以完成任何功能 因为结构简单 飞行可以完全交给飞控系统 不用一堆机械结构配合工作 结构越复杂就越容易出问题 所以直升机一直是事故率非常高的飞行器 就算是航空全国也不例外 科比就是在直升机上出的事故 这个飞行第一次进入驾驶船就一块屏幕 操纵杆都给你取消了 完全的自动驾驶 控制全部在地面控制台 现在的直升机是不可能办到的 目前唯一的短板就是老生常谈的电池能量密度问题 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是没有化石燃料高的 飞行器也不可能和车一样疯狂堆容量 有严格的重量限制 达到一定重量后继续增加电池 虽然反而是会下降 现在的续寒就25分钟到30分钟左右 目前城市通勤是没有问题 最大飞行里程有30公里 我在干州市区也就足够飞两圈 它设计的目的就是在大型城市区域内 做点对点空中快速角度 你要是觉得飞行时间短 这个赛道上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垂直起降固定翼 前段时间很火的风飞圣势龙 就是属于这一种 它有固定翼的残寒石 也有多悬翼的垂直起降 UP之前做航空测量用的就是这种飞机 算是结合了两种飞机的优点 但是也有代价的 两套飞行动力系统在同一架飞机上 体型注定会特别巨大 起飞降落阶段 因为有机翼垂尾平尾的存在 稳定性也会更差 特别是有风的时候是个巨大的考验 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粗暴的小鹏飞行汽车 直接带着车子轮子起飞 这个飞行时间就更短了 目前也还在测试阶段 也是电池技术问题 现在还达不到实用架子 他们的陆地航母我是比较看好的 母车拉着飞行器出去 飞行的话不会有额外的重量 飞行时间还能相对提高 降落折叠回收 但问题又来了 这到底是属于飞机呢还是属于汽车呢 目前这些飞行器都有电池技术短板 但是这注定也是未来 电池技术要再突破一下 就是电区完全取代内栏机的时候 目前国家也在大力推进搞低空竞技 我也在考取固定翼的驾驶证 还是只会起飞不会降落的菜鸟飞行员 未来城市还是有希望和科幻电影一样的 出门再也不用堵车 招招手 空中计停 坐上就起飞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上班会堵车了 你们这个飞机多少钱呀 239万 说二百贵 我这小学生能不能送我一家 我刚才淘宝收了一下还真的有 今天标价是999 你还没改过价格的 应该是239万 或就是这一家 一模一样 2126S 感兴趣的老板可以去淘宝下单 或我把你们看过了 没有错的 同时我确定 这个任务我好像完不成 这么顶的技术 让我dmi出来一台 这不为难我们 淘宝的能在哪里 我要掀桌子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国内容 多谢我的视频不要忘了点关注 我是布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